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地,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我们常说不要考验人性,因为人性经不及考验 如果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话 人性只要稍微一受诱惑,便会跌入万丈深渊 1945年4月,德国,二战结束前两周 一伙逃兵跑到一个树林,汽车开不进来 逃兵一刻也不敢松懈,一直跑到累的趴在地上才松了一口气 刚缓一口气,后边的人又追了上来 赶紧躲到树洞下面才逃过一劫 随后逃兵杰克躲进了一个废弃的屋子里 脚上只剩下一只鞋了,就把另一个脚用破布包了起来 杰克很是警惕,看到了前方铁路上有一个士兵慢慢地走来 赶紧躲了起来,再看看士兵已经虚弱不堪 连走路都没了力气,他就把士兵扶到房屋休息 晚上两人就出来找吃的,来到一家农场正准备偷东西 不料被主人发现,士兵死在了主人的刀下 杰克吓得赶紧跑了,此时的杰克鸡肠碌碌衣衫蓝绿 还不如一个乞丐的,杰克走在荒郊野外 突然发现了前面有一辆汽车,就小心翼翼来到车旁 发现了车上有一个大皮箱,打开一看全是衣服 就赶紧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冰天雪地的,能有一件大衣玉寒是再好不过了 车上还有些吃的,随后又扒了扒皮箱的底部 发现了一套上位的军服 杰克把这一整套穿在了自己身上 别说,还挺合身的 就在原地哼起了小曲儿 庆幸着老天并没有抛弃他 随后模仿着上位的口气在那自言自语 不一会儿,远处走来一个老兵 杰克装作镇定自若 老兵帮他捣鼓好了汽车 两人就一起上路了 晚上,两人来到一家酒馆 军服现在似乎并不吃香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军气数一尽了 杰克就拼着自己的花言巧语欺骗了大家 在酒馆住了一晚,并且还饱餐一顿 第二天一大早,就赶紧开车离开了酒馆 来到一个农场 发现了几个士兵正在这里饮酒作乐 杰克就教训了几人 还把他们收编到自己手下 多一些人总是好的 总不能做自己的上位吧 路上遇到了两个推着高射炮的士兵 杰克也把他们收编 走着走着,汽车没油了 杰克就让几个士兵拉着汽车前去 几个士兵就有些不高兴了 就和杰克对峙着 这时远处来了一辆卡车 自称是宪兵队的人 在杰克临危不乱的权衡下 他们带着杰克一行人 来到了一座关押囚犯的集中营 在这里,杰克遇到的军官就更多了 为了不被识破 就尽量和那些人保持着距离 他以最高援手为挡箭牌 利用一些利欲熏心的人 集中营的长官带着杰克进入营区 里面关着的都是逃兵和一些打家劫舍的士兵 杰克为了示威 就杀死了一个士兵 杀一警百 然后让所有人都掏出了身上值钱的东西 老兵不忍心 但是杰克的欲望已经开始膨胀 最后杰克通过上位的身份 取得了集中营的最高指挥权 把囚犯一批批压出来 搜刮完他们身上的所有东西 直接击毙后埋葬在一起 老兵看着眼前悲惨的一幕 却什么也不能说 杰克看到老兵不肯开枪杀人 就逼着老兵杀人 老兵为了自保只好开了枪 在营区的司法长官 看不惯杰克的所作所为 就向上级控告杰克 上级也无可奈何 杰克还为此举办了庆功晚宴 跟随他的人 获得了暂时的快乐 为他们表演的囚犯 被杰克赏了一杯酒 有点受宠若惊 喝醉酒的长官开始打架 最后还把囚犯拉出来打 杰克有点看不下去了 没有命令就敢擅自行动 随即掏出枪 打中了手下的耳朵 以示警告 杰克就把四个犯人绑在一起 让同事囚犯的人打死他们 这样就可以成为杰克的手下 有一个囚犯不愿意就自杀了 杰克还授权手下的人 对打劫老百姓财务的一律处死 正在他们一个个都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 英国人的战斗机轰炸了集中营 杰克侥幸没有被炸死 最后活着的就只有五六个士兵了 没多久 集中营就变成了农田 被杀死的囚犯长棉于地下 他们开着汽车来到了城市 还在做着纳粹德军的美梦 以叛国的名义杀死了不少老百姓 在城市为所欲为 找到最好的酒店 过着荒淫无度的日子 就在他们为所欲为的时候 宪兵队出现了 宪兵队发现 杰克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士兵 根本就不是什么上位 杰克受到了临时军事法庭的审判 最后法庭竟然宣判杰克无罪 但是要求他去到最前线参加战斗 杰克知道 去前线就等于送死 就偷偷地溜跑了 在逃到树林时 看到了一堆堆白骨 似乎若有所思 随后走向森林的身处 最后杰克还是被英国军队抓获 他所犯下的罪行都得以证实 被送上了审判台 1946年11月14日 杰克和他的六名帮凶 一起被判处决 终年21岁 本片根据真实历史改编 主人公是一名年仅19岁的 德国士兵威利·赫罗德 他被后人称为 埃姆斯兰刽子手 因为在战争前结束的两周 他在位于德国埃姆斯兰县的监狱 屠杀了100多名囚犯 影片并没有过多描写战场的残酷 也没有讲述纳粹铁题下 少数族裔的悲惨遭遇 而是以一件发生在战争末期的 奇人奇事为切入点 以冷峻肃杀的黑白镜头为视角 为观众展现了一场平庸之恶 从心理层面来说 这算是一部比较恐怖的电影了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